HIGH FIVE 我是群哥 之前我常常聽到前輩們他們在討論日本隊 那以前我們在對日本隊的時候基本上是 一面比較大 那現在我們都看到日本隊整體他的戰力 提升了非常的多 透過這支影片我們來分析看看 為什麼日本隊他會那麼強 而且這一次他打進奧運 隨便準備了幾個快問快答題目 小溫群哥 請你形容一下現在的日本隊 這期力也非常好 哪一場比賽讓你最印象深刻 和平在意 為什麼 輸39分 日本隊男男讓你最印象深刻的人是誰 巴順磊 操什麼地方讓你印象深刻 他的勁爆體能 那麼日本男男最帥的球星是哪一位 附近勇樹 有比群哥帥嗎 日本隊最常使用的戰術 他們利用大哥子做掩護 這一次呢我就來分析看看 日本隊他是什麼樣的陣容 然後我把我的想法分享給各位 然後你做一些參考 那這一次日本隊非常的強 他們有巴春蕾 他們有附近勇樹 他們有馬場熊大 還有一個叫做渡邊熊泰 好多喔包括還有 呃久丸 這是酒吧 這是貢丸 人家叫做金丸 還有金丸 這種射手超級射手 所以他們在整體的陣容上面非常的完整 然後這一次他們在阿根廷的教練帶領下 因為阿根廷教練他的系統很完整 也非常符合日本隊整體在攻守轉換 那我們很期待 接下來他們在奧運上面的一些表現 稍微介紹一下他們的一些陣容 我首先我們介紹一下巴春蕾 巴春蕾他是日本隊主要的得分手 代表日本隊 在U16的時候 場軍他可以得到22.8分 然後他隔年 他代表日本隊參加世界盃的一個比賽 在U17拿到聯盟得分王 第二位呢我介紹渡邊熊泰 他現在是在NBA的暴龍隊打球 他是第二位土生土長日本人進NBA的球員 那我們第一位是誰 第一位是田衛永泰 現在日本隊 哇 陣容這麼完整 有剛才的巴春蕾 現在又有渡邊熊泰 嚇死人了吧 第三位我們要介紹馬場熊大 大家真的應該很熟悉 他大學的時候他代表主播來到台灣比賽 他有優秀的體能 技術上面也非常的好 他被日本的媒體評為日本的Lavron James 之後他也加入到澳洲直籃 首位東亞球員就是馬場熊大 那也因為他的好表現 幫助他的球隊打到澳洲直籃的冠軍 接下來呢我們介紹一下日本隊的 超級射手 金丸晃夫 又再一次拜給金丸了 金丸晃夫 他是今年的日本直籃的MVP 他有連續五年得到最佳五人的頭銜 非常的準 他參加了十個賽季 他有七個賽季 三面球命中率得到4成3 多可怕 太誇張了 各位如果對到他 小心你們的籃框 你們籃框會被他射爆啊 那群哥你之前你的生涯命中率大概幾成 喔五成嘛 還有假 Mr.Wong I am watching you 最後一位我們來介紹 富堅勇樹 個人魅力特別好 以上我剛才講到的這些都是屬於比較封線的一些球員 那但是有富堅勇樹在 哇整個日本隊他變的打法非常非常流暢 他的創造力非常好 在人群中穿梭自如 而且他可以把這幾位的功能完全放大 所以這一次的日本隊非常值得期待 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看到日本隊他們在執行戰術的一些方式 特別針對盯人防守 他們製造給射手機會的一個戰術 首先他一號位會過半場 十球過半場 那再來兩個射手會落在兩個底角的位置上 那再來四五號會在罰球線的一個位置上 當球過半場的時候四號位會外拉 這個球會送給四號位 那再來這球還會繼續轉移 五號位一樣在外拉 繼續轉移到五號位這個身上 同時間一號位跟四號位 執行一個下檔的一個方式 讓二號位透過壓縮出來到湖頂這個位置 接到這一次的空檔 針對剛才那個戰術他有另外一個變化 如果同邊的射手不是跟球站同邊 他是換一個位置 他是在弱邊 這個時候呢這個戰術就不用透過外拉做轉移 他可以直接四五號直接做下檔 讓這個射手這樣出來 讓這個球可以順利的給到射手 然後做一個出手 還有一個戰術是牛角戰術 我們稱為Horse 一號位會選擇一邊帶球 完了以後 四五號位會互打 但是 這些都是幌子 主要還是製造給 兩個風險會內收 當同時一號位會往中間移動 五號位下打 產生 和好三號的機會 群哥你覺得日本隊的這些戰術 最適合台灣的哪些球隊使用 我覺得比較適合 富邦 勇士 跟領航員 為什麼呢 日本隊他的戰術 他必須要每一位球員 都對於戰術的走位的一些細節 要拿捏得非常好 那富邦的整個團隊 包括領航員的團隊 他們的陣容裡面 有比較資深 而且經驗比較好的球員 像富邦有頂哥 領航員他有 碰碰 尤其是在射手的部分 在富邦的射手上面 也有韋如 有傑哥 領航員也有 也有阿環 還有阿瑤 就是他們在每個位置上 他們的成熟度都很夠 那再來他們後衛也非常強 所以他在執行這一套方法的時候 我覺得非常適合 這兩個隊在台灣使用 那群哥你日本隊介紹完 你最想要指教哪個球員 我最想要指教 富間勇樹 為什麼 我覺得他創造力非常好 個人技術當然大家都看得到 那你看他個子這麼矮 然後他可以穿梭在人群之中 然後他的外線也好 他的整個防守能力 你不要因為他個子矮 他在防守的時候 你跟他一對一做進攻 其實蠻難的 主要是說他的創造力 他的影響力 他可以讓整個團隊活絡起來 是我個人的話 我非常想要指教這位球員 可以跟我們聊一下這次的FIFA女籃嗎 哇 這次FIFA女籃 對西班牙我覺得太精彩了 因為有一度都認為說 他們沒有辦法進到決賽 然後那一場 今天真的非常激烈 所以好像加十賽 然後日本隊把西班牙給擊敗了 那群哥你這次看完系列的比賽 有什麼樣的想法 3對3是很吃體能跟技術 那我印象最深刻就是23號 那個後衛 他不管是防守端 還是他的外線 他真的表現得太好了 那這一次我看到日本隊他在 控球還是前鋒 然後包括內線 還有他的輪替的人員 這四位選手 身材都選得非常好 剛好東京奧運也把3對3 也納入到這次賽會的主要項目 那我相信這一次日本隊的女男 也會讓我們很期待 男男那樣的心情去期待 日本隊在奧運的3對3這個項目 能夠拿下好的成績 以上是我對於日本隊的分析 那如果你們有什麼想要知道的內容 請在下面留言給我們 然後幫我們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次見 掰掰